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拳击才逐渐流传到世界各地 1904年圣路易奥运会正式将男子拳击列入比赛项目 不过在1912年的斯德戈尔摩奥运会当中 又因不符合瑞典法律被剔除 直到1920年的安特卫普奥运会才又将拳击列入比赛 女子拳击则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才被列入比赛项目 同时保留至今 一开始拳击比赛的级别职业跟业余相同 共7个级别 但依世界情势转变 奥运会中拳击比赛的级别与规则不断更新 2020年冬季奥运会的拳击比赛 共有男八女五共13个量级 下集节目将会介绍拳击比赛的特色 更多拳击的精彩赛事 请锁定MOE Sports 频道 召唤 感谢观看